看看看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这个地方把生料袋都夹住了 就是这个地方裂了 点断一下黄金万两大家好 我是安东宫小米 一个水电师傅给介绍了一个活 我们来看一下 业主呢就是粘这个曲角 然后把那个水管撑爆了 这种情况往往都是生料袋缠得太厚了 然后把那个丝口撑裂了 鞋的没事儿谁去拧它呀 主要原因是这里 卫生间呢一直有渗水 这个地方的墙呢都已经蓄了 车漏的给查出原因了 就是曲角的那个位置漏水 然后业主自己拧着 然后就拧练了 这是我今天刚到货的这些丝头 这个可能能用几个月了 还有这个热容器也是个新的 一直还没用过 这是一个带束写的 而且这个电源线是带防烫的 一会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和100到头那个师傅是同款 之前他也测试过 现在呢我们先把里面这个丝口啊取出来 这个取丝器呢也是我之前买的 已经几个月了 通上电看这个显示屏啊 它这有一个开机键按一下 接下来呢它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有一个上下键 这个上下键是可以设置温度的 看着温度现在已经升起来了 我们把这个势头的拔出来 本来还想给大家多展示几秒钟 没想到轻轻的一用力它就下来了 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裂纹很明显的 其实 所以说大家残生料袋也不是越多越好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取丝的模头啊 要拆掉了 要换上热绒的模头了 给它先过一下凉水 把它晾凉了 一会我们还要用 把这一套专用的热绒模头呢 先装上 趁它预热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把这个墙体这个周围啊 修理一下 因为这个瓷砖有一点碍色 把这边剃掉一点 一会我们绒的时候呢 就不碍色了 这样它这个管啊 就全都漏出来了 现在温度已经起来了 刚才说到这个取丝器一会儿还要用 就是用在这里的 把它过了个凉水 然后我们把它拧到这个丝口上 这样一会儿我们就好操作了 热绒的时候呢 也不用同时进行啊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先融这一边 这一边不太好融啊 可能时间略长一点 然后等这边完全融到位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丝头呢 加热 热绒的时候 我们尽量一气合成 不要被其他的东西干扰 尽量考虑的周全一点 这样融出来的完整性比较好 推到位以后呢 它有一个冷却的过程 现在我们就不着急了 把这个取丝器拆出来 拆出来我们看一下里面 往往这种情况呢 就会缩紧 缩紧了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找一个电钻呀 什么棍子呀 螺丝刀呀 都可以啊 在里面旋转一下 因为它还没有凉头啊 它是软的 把它带出来 这样后期使用的话 是不会影响它的水流量的 我的活是干完了 说不定帮业主 把这个混合器呢 装上去 这就是没有经验吧 您的时候不知道 用多大的力导致的 可见成为一个 有经验的老师傅 绝对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没有捷径可走的 绝对是成百上千次的 实战所成就的 看一下这个热容器啊 它这个线是防烫的 现在温度呢 它是320度 我们把电源呢 拔掉 拔掉 把它这个线呢 直接缠到这个热容器上 温度还是那么高啊 现在我们缠好了 直接给它过一下凉水 把这个线呢 我放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烫伤的痕迹 一点烫伤的痕迹都没有 如果烫的话 刚才就冒烟了 这款德利西的热容器 我给大家挂个链接啊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